第799集 竹田日记 哦 那依你看 这东西现在能值多少钱 老史密斯问道 去年呢拍了一个这种小杯子 价值大概是2600万英镑 那现在怎么着也得超过3000万英镑了 这东西世界存事量极少 所以很值得珍藏 莫小于说道 这个价位呢 也是老史密斯心里的价位 他说道 啊 贾士德拍卖行找过我 定的也是这个价位 但是呢不敢保证 所以我也没同意 而且现在啊 也没有出手的意思 莫小于点点头 拿起鸡缸杯仔细看了一下 这东西他以前只是听说过 要是想看 也只能是到博物馆 隔着玻璃柜台看 但是现在啊 这东西就在自个儿眼前 而且还能拿在手里仔细把玩 这对一个古董爱好者来说 确实是难得的奇遇 但是接下来 让莫小于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就在他将杯子交还给老史密斯之后 他一转身 看到了墙上的玻璃罩里啊 挂着一幅画 越看越是熟悉 因为此时背对着老史密斯 他的嘴角不由的翘了起来 因为他看到了一幅画 这幅画当时是在香港拍卖的 据说最后是被一个英国人买走了 没想到啊 买走这幅画的人 是老史密斯 这是莫小于第一幅上拍卖会的画 文征明的山水 啊 这幅画是我在香港拍来的 是你们国家明代的四大才子 文征明的画 我非常的喜欢 几乎是有时间 就会来这里欣赏半天时间 中国的山水画 的确非常美 老史密斯说道 啊 这明代的知识分子是很有情操的 这个文征明是四大才子中 官职最高的人 而且非常的高寿 活了九十岁呢 中国有句古话叫 人生七十古来西 所以九十岁在古代 是一个非常高的年纪了 而且这个人啊 特别厉害 诗文书画四诀 莫小语说道 是的 这次拍卖会上 还有一幅唐伯虎的话 我已经交了保证金 势在必得 我想集齐四大才子的话 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 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老史密斯非常感慨地说道 这话一出口 莫小语一口气没顺云 差点给呛死 莫小语实在是无奈得很 虽然渴着一个人坑呢 不太好意思 但是这老史密斯 太周了 居然想要集齐四大才子的话 还凯探 不知道自己 有没有那个机会 莫小语心里想啊 哎呀 这只要有我在 你肯定能集齐啊 莫先生 莫先生 啊啊啊 您没事吧 老史密斯问道 没事没事 我一口气没上来 有点憋着了 莫小语边给自己顺气 边看向那幅画 但是就当他想转身时啊 发现了在画的下面 很随意的摆着一摞古书 莫小语随便找了几本 翻了翻 但是他翻到第三本时 他发现这一本不是书 而是一个很好的笔记 莫小语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 可是出于职业的敏感性 他拾起来看了看 这一下 非同小可 因为这不是一本普通的笔记本啊 而是一本日记 莫小语看了看老史密斯 他还在欣赏自己买来的这幅画呢 殊不知这幅画的作者就在他面前 可是这本日记啊 全部由日文写就 老史密斯很有可能不懂日文 莫小语呢 也是一知半解 并不能完全的翻译出所有的文字 莫小语之所以感到震惊 是因为这可能就是遗失很久的竹田日记 那怎么会在这里现世 而且怎么会这么巧合 被自己看到呢 开始是啊 莫小语以为这是一个阴谋 可是莫小语从玻璃柜台的反映里 看向老史密斯 发现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幅画上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动静 莫小语继续翻找着 趁着老史密斯不注意 将竹田日记藏在了一本中国的古籍中 哎 医长先生 这几本古籍很像是中国明代遗失很久的 永乐大典中的一部分 我能不能带出这个藏室 在您的家里看一看 莫小语殷切的希望 老史密斯能够答应自己 老史密斯啊 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这里的东西都不能带出去 如果你真的想看 倒是可以拍照 如果你能在我这里多住几天 可以每天这个时候 陪我下来看一看这些东西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好吧 那我就先拍几张 说完 莫小语拿出手机开始拍照 但是呢 这本笔记实在是太多了 不但有日文 还有一些看不懂的符号和图文 那从这本日记的年龄程度来看 老史密斯可能从未打开过 开始时 老史密斯还看着莫小语拍了几张 到后来呢 直接去了其他的地方看自己的宝贝了 莫小语呢 嫌拍照太慢 直接打开录像 开始拍视频 到时候自己在截图 看看每一张日记本上写的是什么 就成了 那这样速度就快了很多 两百多页的日记 都拍在视频里了 又装模作样的拍了几张照 此时呢 老史密斯也累了 于是二人约定 明天再来看看这些藏品 莫先生啊 既然你也去参加拍卖会 那不如我们一起去吧 老史密斯问道 没问题啊 求之不得呢 莫小语笑道 他现在最想做的事 就是赶快回到自己的房间 去看看自己拍的那些东西 然后逐一翻译出来 不知道这本大名鼎鼎的 竹田日记里 到底记录着什么东西 竹田宫啊 是日本御人天皇的表兄 是明治天皇的外孙 主管着日本在菲律宾 175个宝库的建设和掩藏工作 所以呢 一直以来都说他有一本日记 那至于这本日记里到底有没有记录这些财富的隐藏地点 一直都是一个谜 因为根本没人见过这本日记 那现在 他居然落到了自己手里 莫小语怎么能不激动啊 白鹿在巴黎道的藏宝图 以及白鹿所说的在老史密斯手里有一张藏宝图 都是单张的 而且是某个单个地点的藏宝图 可是竹田日记如果是真的 那么这里面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那几张单张的藏宝图 莫小语回到客房还没坐下 对面房间的董子墨就推门进来了 老家伙藏品如何啊 还算丰富吧 还可以 比我预想的要多很多 莫小语说道